謝謝主席 我是不滿意書面回應的 第一就是 之前我們去 有個跟障的時候 大概二、一年左右 其實都詳細很多 會有些圖 甚至有個present 今天就得篇文 然後叫你回答的東西 沒有回答 第一 我想攝氏後館的 等一下 我想 詳細記錄 我想知道更多的是 因為法團沒有收到 你們的回覆 沒有收到你們的通知 所以就勾了一年多 然後我記得 有印象你們是有處理過的 所以是想搞清楚這件事 現在是跟 居民 我估計是業主行法團 其實是處理成怎樣呢 有沒有一個 新的圖 或者更新了的工程 還是沒有更新到 是用回原本的計劃 那什麼時候做呢 我覺得這些資訊 是需要給到的 不應該我現在來問 希望處方可以回答 多謝主席 其實當這條後館做好管理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2019年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跟生慶村那邊 由一些居民去接觸 還有我也找了業主行法團那邊去幫忙 看看有沒有一個 大家可以接受的方案 去做一個後門的改善工程 那根據我們的記錄 其實我們2019年 一直都已經有 跟生慶村那裡做了一些錯相 但是可惜到2021年頭 其實都已經 不斷地去 跟居民希望有一個 做到一個 大家可以有共識的議案 但是可惜就始終 這個計劃到最後都 不能夠有一個 大家接受到的一個 修復工程的細節 所以去到我們2021年頭的時候 就發覺始終沒有辦法 為到後門去做一個 改善工程 所以我們在那一刻 就將這個計劃 暫時降止住 就要將我們的人手等等 就奮賀去其他 有急切性的後門 修復的那個計劃裏面 但當然我們都知道 其實近來 其實生慶村那邊 也都有一個議員 希望我們可以計劃去 繼續做回這個 生慶村裏面後門的 修復工程 那麼我們 其實我們一直都有意想做的 所以當我們收到 生慶村那邊 有一個這樣的議員之後 我們非常之歡迎 也都是去籌備當中的 那麼當年呢 其實我們也都找到一些 計劃的內容 那麼其實可能當年的計劃 希望可能做到兩年 就是兩年內 就為到大家居民去修復好 這一條的後門 那麼我們現在其實都 積極檢視著這個計劃 因為始終再過多幾年 那麼那條後門 本身的那個情況 也都可能有一些情況的更改 就是老化情況也都可能有不同 所以我們就需要用多些的線 去做一個詳細的研究 那麼我們一有這個研究的結果 我們就會接觸回 就是山慶村的管理署那邊 以及宇宙大學法庭那邊 他希望為大家去Present 去做一些的簡報 就告訴大家 其實如果做這一條後門 對大家的各個影響會是怎樣的 那麼這件事我們積極會准勞去做的 那麼希望回應到議員的提問 那麼我聽下去 那麼現在都沒有一個很確實 可以給到法庭的方案 就是我很希望盡快的 因為呢 就是這條管都已經 都維修過很多次的了 那就是希望 應該爛了很多次 又維修過很多次 那麼希望盡快 因為這條管呢 不單止影響山慶村 整個屯門藍都影響到 整個碼頭都很無辜的 這樣就被連累了 那麼我想很希望 就是你們去研究一個新的方案之餘 可不可以有些damage control 就是你預計到原來 有什麼事起反應這麼大 會不會分開地區呢 就是工水系統 就是令到有一區有事的時候 影響範圍沒有那麼大呢 就是有沒有方法可以做到這件事呢 謝謝主持人 我們說得很好 因為我們其實都是想把那個影響範圍縮到最小的 所以其實呢 我們是做這一條的後管改善工程的方案 我希望在我們落實之前呢 其實我們其他的後管改善方案 就著整個屯門以西的 鹹水供應網內裡邊 都有一直在做這些功夫 例如龍門路等等 其實湖山路現在也都在做 我們希望在這一條後管 未做好改善之前 其實其他有高風險的後管 我們都一直會繼續去做 除此之外呢 我們都其實做著一條新的後管 就在湖山 就是近住這個屯門 河以西的位置 單車徑那邊 就希望呢 如果將來 生建村這一條後管 主要工水後管 如果再有爆裂或者滲漏的情況呢 我們可以將其餘的鹹水的供應 做一個調配 就由這個龍牌那邊 就調配過來屯門以西這邊 就希望可以維持得到 屯門碼頭那邊的鹹水公營 這個也是我們處方一直做 那這條新的後管也是在做的 即已經是落地做的 但是整個後管的長度補長 那就須時 希望我們盡快做好之後 也都可以給到區民有一個完善的 還有後備方案的一個鹹水公營 OK 好